你可能還有一些工作要做,上天還不要你數掉 因為他有在行善 不是啦,就是你還可能有一些工作,你的生命還沒有在這裡結束 對啊,就這樣很簡單,這個也沒辦法去回答 所以你沒有說做什麼生夫妻或怎麼樣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是不是說其他有什麼問題,只是我的太快,走太快 走太快 對,有時候在山上你不能速度很快 假如今天我去的話差不多就掛掉了 為什麼今天去就掛掉了 就是你的一些心存代謝不夠的話,他就馬上會休課 那我的機能還不錯,他慢慢慢慢就很快就調速過了 假如今天的話可能那些機能就不一樣了 你的意思說那時候還年輕的意思嗎?那時候幾歲? 差不多六七年前吧 六七年前 就差很多了耶 六七年前是幾歲那時候? 那個時候差不多五十吧 五十歲 所以你認為現在 現在計的話就差不多 現在才五十七啊 五十七啊 哦,這樣了解了解 如果同樣跟德國人做生意,那有沒有邀請他們一起來爬山? 有,上個月就一個人來找我去爬山 對啊,非常的nice 要介紹台灣的照片 對對,我還想問一下 好,我…